大家好,各位網友,大家看到這個封面,做什麼事? 在這裏哪裏來的呢?元朗,香港地真的相機無限 近日有網民說現在元朗變成了戶外骨牆 計算這個廟街夜繽紛之外,元朗做些新的東西給大家享受 這樣是不是可以打造一個新的旅遊業出來呢? 挑戰泰國的打骨,究竟發生什麼事? 現在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看到這張照片,有人說什麼事?這麼多人坐在這裡 因為有網民爆料,說在元朗看到街頭很多外傭在擺檔 擺檔?幫你做什麼呢? 大家看到它類似幫你洗腳,感覺好像泰國那些 幾百匹幫你,三百多四百匹幫你擺檔,洗腳 哇,搞什麼呢?究竟這些是正形邪線? 當然有人立即無限聯想想起這些,那些什麼 佐敦、妙佳、劉鵬、大媽、勾引大叔 其實大家都心想之前元朗也有的 那些大媽入侵,那些腳仔按摩 二十八多元有交易的那些fan 現在連外傭都來分一杯羹 其實某程度上,行不行啊? 這件事件我們先看看網民爆料 就說在元朗市中心遇警坊的大大地 應該就是紅日,有大批外傭容工聚集 其實平時我們見到工人姐姐放假,他們通常在維園、中環、金鐘等 大家鋪一張隻,然後整班都吃東西,跳舞 這班厲害,立像膠椅仔,露營椅加毛巾 就鋪滿了這個紙牌,全部都是老人家或者男人 幫他們做這個腳底按摩 這個場面非常熱鬧 這件事厲害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正氣 但是會不會有些邪氣呢? 你想想這一頭幫你幫伯伯揉腳 都不知道有沒有洗手 轉過頭呢,然後呢,鼓鼓滑滑的又說 帶個阿伯上去和你撞一下蛇 哇,真是骯髒的 那當然了,你說是不是一定有邪呢? 其實,你說沒有啊,世事是假的 怎麼會沒有啊? 但是現在他真的有些人 為什麼他專門向阿伯下手呢? 很簡單而已 是不是近期見到何太啊? 看到阿伯有請啊 工人姐姐都想搏一份呢? 或者可能被他調到金龜世 看到金龜 然後呢,他就開心了 這樣 其實 當然啊,這一種 哇,在街邊捏腳 當然有人就說 欸,口十四姊 你在內地都見過不少呢 這樣啊 但是 你看那些姊姊 有些穿著 這些 哇,穿著短裙子 那樣 那你怎麼知道 那些阿伯會不會一息心起 摸下巴仔 摸下手仔 轉過頭就變了這些 都很嚴重的啊 這樣 其實 你說 平時 在泰國 我們看到這些 凸骨 當然是無所謂的 泰國這些 周街都有 是不是 講到明 三四百匹 二十分鐘 幫你摸腳指納 摸完之後 你走出來 但是 這些 就在 大大地的東西 真是便宜 十五元 幫你穩隊 哇 哇 真的幾條東西就有交易了 當然 我們不知道多少錢 但是有人就說 李小健 撥撥車 一向 元朗都有的 什麼元朗一向都有的嗎 原來有人爆料 就說 以前在元朗 有些街坊說 那些阿叔 做什麼呢 他說 曾經 叫給五十元 五條東西 給工人姐姐 做什麼呢 就說去收甲 剪腳甲 那些大堂服務 他當元朗的街邊是大堂 又在幫你刮腳皮 現在變成按腳 遲下 就變成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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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遲下 一向都有的 那些 就是叫做 愛勇姐姐 就是出來找吃的 其實以前 冬醬 都爆過這些 那些工人姐姐 就出來 就找吃 你看到 哇 那時候都引起 大家都熱意的 有很多這些 有很多這些 是啊 那他這次 所謂的 又在街上 叫做 古靈精怪 這些 又是另一類 賣春的淫業 那 當然 我們都要看一下 他究竟有什麼特徵 其實之前 冬章 有介紹過 這些叫做 我可以用 疑似賣淫的 實況 有專家 現在就拆解了 他們那些什麼行為 那時候 有些交友apps 網上 有些討論區 之類 有一到假期 找的 找姐姐那些 那時候 看到冬章的報道 就是放蛇 那時候 約他出來 就說 不知道用多少錢 幾百元 五百元 看看是 五百元 五百元 就 玩了 那 更加 誇張 當然 我們怎麼可以 看看元朗街頭 會不會有 古惑 還是他想著 你這期經常 玩迷魂湯 他跟著 跟你搓 你愛不愛我 你是不是很喜歡我 那些搓 你是不是有我四百五十八 嘩 不停摟摟摟到 阿伯真的 那些血液 噗噗聲 會不會 可能 不是的 摟摟摟摟摟 摟出個真感情 你以為是擲腳板底 是吧 當街當巷 他現在摸摟你的腳仔 摟摟摟摟 摟摟摟 你知道 有幾個 阿伯 突然心邪 是吧 然後 捏出一點 然後 穿著褲子 摟毛巾 包包 摟 一摟 阿伯震一巴掌 他會開心 其實 有人就說 能看得到 那些工人姐姐 會不會有賣春 有三大行為 其實之前也說過 專家有這解釋 他說 原來 工人姐姐有些所謂的賣春賣淫 他們有一些特徵 第一就是穿衣服是不是很性感 就像剛才我們看到這些照片 這些也不覺得 這些照片全部都是很性感 又或者這些 其實以前有些人說在灣仔 灣仔也有很多所謂的外籍用工的酒吧 專門向外籍男士招手 但是九月九日慢慢少了外籍人士 又加上社交平台 又多一些社交軟件 所以馬上就變成向本地客去招手 現在還要向伯伯招手 當然了 何太害怕嗎 有人說 當然是 不是的 有人說 你看看 如果算一條數 分分鐘 外籍姐姐還比何太 有些人還要跳 又年輕了 又善一日 你想煲湯 有些人說是大媽 在廟街 浪費氣 走開 剛才說的第一件事是性感 會不會很花挑招展 還有有人說會不會在那裡拋眉龍眼這樣說 老實說 現在也要重新擔心一件事 可能有些僱主擔心 如果有一天 你想想 他不一定在元朗工作 在全港搞的 現在跟工人姐妹說 元朗好多阿伯 分分鐘又找到幾個可伯回來 現在又擲腳 沒有的 你擲腳而已 分分鐘又可以聰明 找多些少 當然 他這一種是違法的 但是 真的 不管了 有人說 會不會煲湯水 你不用怕 工人姐姐一定會做兩尾 有空 做家鄉菜給阿伯吃 吃了阿伯的聲音 滴兩滴神油 捏一捏他 幫你擲腳 很硬 工人姐姐一捏 你的筋很硬 然後 阿伯說 可能 我另一隊更硬 在那裡說 色情對話 搞著搞著搞著 搞在一起 那些僱主很害怕 會不會 到時候 你知道的 回到家 你阿伯又 腳震震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古靈精怪 骯髒骯 有些病 都在一起 所以其實 這些事件 都引起很多 叫做僱主 都在喊救命 擔心 大哥 他突然 穿到鬼火 那麼漂亮 你看到 這些 哎呀 誰都有 長裙也有 短裙也有 全部開了椅子 每個人都坐在那裡排隊 真的 你看到那些阿伯 隨時等人入閘 大哥 那個 那個 那個很耐力 厲害 那些油 烈烈 整隻腳 這些 十一全十 十全白 你總有很多阿伯 還要 有些工人姐姐懂 廣東話 半鹹淡 平時又服務開 照顧開老人家 他們知道這些老人家需要些什麼 所以有人就說 這個就是何太的頭號尖席 或者現在可能可能有兩黨 兩派 一派就是那些姊妹 一派就是外籍兵團 一起去找阿伯 真的到時候不拖不水 不拖不水 會的 有多少 有這些 好像之前我們說 灣仔那些 灣仔那些 灣仔那些酒吧街 專門找一些外籍人士 有些也是 跟了外籍人士走的 他們也有這些故事 很多都 所以其實你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就是 現在 你知道 大家想多賺兩個錢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 本地質素一般 可能就 你看 你看 那個河伯 找一個何太這樣的樣子 我真的隨時找過工人姐姐 那些樣子就贈口 是吧 厭秀還肥 楊楊佳 他還會 他最少會 他會 現在真的 小心一點 那麼激動 元朗也出了這個戶外骨牆 其實 真的很 骯髒 他又沒有東西洗手 又沒有東西去幫你擦 這樣 轉過頭 一會兒 你裂完阿伯的香港腳 然後裂下一個阿伯的腸 變成香港腸 嘩 真是 大鑊 所以 哎呀 都是真是 看見到害怕 害怕 那當然 還可以有些什麼 古靈精怪的事情 會不會到時候 突然之間 入境處 大批 掃牆 或者 甚至乎 不只在元朗 可能周圍 各區 各區 各區都有這些服務 整個帳篷 到時候 分分鐘這樣 幫你擦腳趾 沒有的 沒有收錢 到時候 可能這些不知道 暗瓣底交易 到時候 可能又要找東張放蛇 又可能 撤合了很多阿伯 跟工人姐姐 到時候 分分鐘 那些子女回到家 叫聲 阿媽 阿媽 這個 是工人 老爸吃了工人 有多出奇 這些事件 尤其是 那些阿伯 真的 那些保母 在內地 有很多這些例子 所以到現在 真的 防不勝防 周圍都有 無處不在 好 今集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